那我們先了解一下小英純 妳是覺得常常有摩擦感嗎 會覺得有穿緊身褲 覺得比較久坐的時候會痛嗎 就算沒有穿緊身褲 可是久坐的時候褲子可能往上脫體的時候 會有一些壓迫感 拉扯感 那妳會常常有一些發炎嗎 有一些分泌物比較多嗎 那容易會搔癢嗎 搔癢還好 可是經期來之前都好像會發炎感 都要去用塞劑這樣 好 那妳這個就代表妳就是小英純過長了 然後又可能加上可能蓋住陰道 所以導致妳陰道裡面的比較容易潮濕 導致容易發炎 可能就是要做一些小英純的切割手術 嗯 美心手術 那那個的話待會我們還是要內整評估 才會比較了解到說是不是 妳還有其他的一些問題 因為有些是會比較小英純過大的人 它還會有一些合併陰地也會過長 然後或者是陰地旁邊的墜皮也會比較多 然後有時候也會陰地上面的皮跟小英純的皮是黏在一起的 會有一些細帶出現 所以我們這些都要還是要一個一個跟妳評估 陰道比較鬆弛的問題嗎 那妳本身會覺得性行為會覺得抓不住嗎 有時候會有排氣室這樣 那妳有時候泡溫泉的時候會有感覺到水 會灌進到陰道裡面嗎 有時候可能會有 那妳覺得包覆性比較差一點嗎 比之前生產前 生產前差 那妳的性敏感度呢 覺得高潮的程度會不會也比較降低呢 好像都就是生完小孩就沒有什麼太多的感覺了 自然生跟泡溫泉其實只要在生產的過程當中 只要懷孕期間其實陰道都會比較鬆弛一些 就是因為有寶寶的還有一些胎盤、羊水這些 整個會讓妳的盆底肌 我們支撐那個盆底肌整個會鬆弛 所以連帶陰道也會鬆弛 那自然產的話會比較嚴重一點是因為寶寶的頭比較大 那經過陰道出來的時候會有一些 我們盆底肌還有一些鋼門的提鋼肌都會有一些撕裂傷 所以肌肉受傷之後包覆性就會比較不夠 然後會覺得有一些空氣感 包覆性不像以前那麼的緊實 一線包是從美國流行過來的 那就像芭比 芭比娃娃不是都是 你看到的話其實都是看不到什麼任何的小陰唇 那像線型一樣整個是包覆住看不到的 一線包其實就是你的大陰唇這個要飽滿 然後要把整個小陰唇是要蓋住的 或者是跟它平行線或者吐一點點沒有關係 那整個包覆住它才算是一線包 那你必須條件也是 你也不能陰地的皮是整個蓋住 或者是有陰地的皺褶的皮太多 就要比較像這樣一條線 這樣子的才會叫一線包 那我們看另外一張的話 這個這張就是比較露出來了 那這個的話你會覺得你其實走路啊 就會有一些摩擦 或者你穿緊身戶 你就會覺得有一個東西鼓鼓在外面 外形上就比較不會那麼漂亮 那小陰唇肥大這個地方 陰地的地方的皮也其實就會蓋住 然後它會跟著你的小陰唇也會黏在一起 其實這樣子的狀態下其實就是要需要做手術 那如果我們手術完之後 那顏色色差的部分它會改善嗎 會 因為我們就是長期會摩擦嘛 所以會有一些黑色素沉澱 那我們是選擇那種邊緣型的切割方式 所以就會把這個邊邊的地方會切掉 然後會露出你比較粉嫩的地方 所以就會看起來就比較不會這麼的暗沉 那我有在網路上看到就是陰道的部分有埋線 然後還有就是做盆底肌手術 還有就是傳統的陰道手術 這些是有什麼差別呢 對 傳統的話就是大部分都是只做陰道口縮緊而已 那現在我們大部分都會建議是直接做盆底肌重建 因為你要做盆底肌的重建 你才會讓你的整個是恢復到原本的處理的狀態 因為你隨著年紀或者是生產 它的陰道壁的肌肉是比較會鬆弛的 盆底肌會鬆弛 那我們必須要做的時候一定要從陰道黏膜整個打開 然後再把我們的黏膜層還有一些筋膜 還有肌肉層全部都要一層一層封起來 因為曾經遇過的大部分都是說 啊我有做那種傳統的 或者是有些人他也做過4D的 可是做出來其實只有陰道口比較緊而已 其實是裡面就是鬆弛的 那如果覺得只是輕微的一些陰道鬆弛 或者是尿道口的一些膀胱下垂的話 那我們可能就可以考慮到埋線 那或者是你只是沒有生產過的話 我們會建議還是做一些比較非侵入型的 包括就是可以打一些玻尿酸 或者是打一些膠原蛋白 或者是做一些埋線 讓它變得比較緊實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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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不,不,不,不